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12天 酿造了严重的死伤 乌军收复若干尸土 基辅控俄军持续开火 令人到走廊很难顺利 第三轮谈判今天登场 克古阳列停战条件 包括需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的 乌克兰持续传出伤亡消息 首都基辅附近的哥斯托梅利镇当局表示 镇长普利普克在分送面包和药物 给鸡鸣和伤患时 连同另外两人遭到俄军射杀身亡 乌国救难单位表示 俄军昨天轰炸中西部最大城市 文尼查的民用机场 造成5名平民 4名军人共9人死亡 克里姆林宫惊天响列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停战的条件 发言人培斯科夫说 乌克兰需停止军事行动 把中立地位入线 以及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 乌国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区域独立 培斯科夫告诉路透社 俄国已告知乌克兰 只要基辅满足俄方条件 俄国准备随时停止军事行动 俄国领土地区域独立